当尿酸值超过正常值的时候,一般可以判断为高尿酸人群。 男性尿酸正常值202416维摩尔美生,女性尿酸正常值15357UBL。 高尿酸是正常与痛风连在一起。 常听到,有些人说高尿酸血症就是痛风,两者是否相等? 我们来求证专家,高尿酸是正等于痛风吗? 人发现高尿酸是正常常伴随着肥胖、抗尿病、高血压、关心病、动脉中央硬化等发生。 而肥胖,不正当的饮食习惯,可需求是痛风的高位因素。 研究指出,体重指数与痛风的发病息息相关。 换而言之,越肥胖的人越容易得痛风。 此外,痛风发病前可无任何线长,小到受凉、疲劳。 当到饮酒,高大白高效应饮食,感染的,都可以让高尿酸患者引发痛风。 所以高尿酸患者只能说是更容易引发痛风,而不是等于痛风。 同时,高尿酸血症患者,在日常生活中更要注意,在饮食习惯上要稍多改变,防止痛风有机可乘。 高尿酸血症患者饮食应该注意什么? 黄简林教授指出,高尿酸血症患者需要利用药物来控制药酸,同时药物辅助也是十分关键。 另外在饮食上也要注意一下几点。 一,高尿酸血症患者在急性发作期时,饮食方面尽量选择效应含量低的食物, 比如咖啡、果汁、蛋类、各种骨类、结果等。 而高尿酸血症患者,而高尿酸血症患者在选择食物的时候,要尽量离开,而在非急性发作期,可选择的食物较多,但也尽量避免高尿酸血症患者,动物内脏等。 二,高尿酸血症患者每天需要补充一定量的水,建议每天饮用1.5升的水。 高尿酸血症患者饮食建议,使用天降维生素与矿物质的骨类食物,每日积榨不超过两个,每次60到85克瘦肉或7盆肉类。 一用牛奶时,选用脱振牛奶,每天食用负航来生素A的绿色或黄叶蔬菜。 来生素C的水果可多吃,除了每日至少1,5升以上的水之外,也可适量用茶和咖啡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